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介绍几率 那几率在国中就有机会学到 然后会有机会学到数状图 我们在高中呢会学其他方式来讨论几率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学生拥有画数状图的能力 不要把几率学得很 就是分开好像说国中才是画数状图 高中就是写一个分数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背后是同一件事情 那其实有一些学生呢连这个数状图都会画错 所以怎么样才可以把数状图画正确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两题 如果每一胎生男生女的机会相等 那一个妈妈生了三个小孩 是二男一女的几率为多少 你可以想一下 数状图要画这两种的哪一种 有的人会画这样子 有的人会画这样子 那你自己觉得是哪一种才对 想一下以及第二题 如果某高中有三个年级的学生人数一样 三个年级的学生都一样多人 每个年级里男女的比例也都刚好一样 就是一半男一半女 对吧 然后校长随机抽选一个学号让他负责打扫校长室 那么他刚好是一年级男生的几率是什么 是多少 一样就说这一题的话 你要画这一种还是这一种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决定 我们的数状图要画怎么样呢 其实有一个关键 我们可以从我们在排列组合那里学到的 这个加法原理和成法原理的概念去分析 比如说我们有两件长袖上衣 三件短袖上衣和四件裤子 穿一件上衣跟一条裤子出门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几种穿搭方式 是要用2×3×4 还是要用2×3×4 还是要2×3刮起来之后乘4 还是别的算法 那我们那个时候说怎么去区分 你要用加的还是乘的呢 就是说因为上衣只穿一件 所以两件长袖和三件短袖里面只挑一件 所以这两个或那三个里面只挑一个 所以是五个里面挑一个有五种选择 这个时候用加的 可是你最后并不是说上衣和裤子里面 总共挑一件 只穿一件出门 穿衣服就不穿裤子 穿裤就不穿衣服 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上衣跟裤子都要穿 所以上衣的这五件里挑一件之后 裤子的四件里也要挑一件 所以就会变成是五乘四 所以说是2加3刮起来乘4 那所以一样的道理 今天这个到底说上面这一题 妈妈生了三个小孩的问题 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不能够太依赖说讲起来 有道理就写 虽然说逻辑上没有错 你讲起来有道理就会是对的 可是偏偏学生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道理 比如说 妈妈生三个小孩 那谁有老大老二老三 那老大有男有女 老二有男有女 老三有男有女 这样说起来也是对的 但是你知道 其实这个图在这一题里面是错的 那老师当然要能够说出他串哪里 串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去分析他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说 我在老大老二老三里面只挑一个 然后老大里面有可能有男有女 也被我只挑了一个 所以最后我只挑了 总共就只挑了一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有六种可能 可能是老大男的老大女的老二男的老女的老三男的 老三女的 我只挑我只挑一个人吗 所以这个人是这六种的哪一种 六分之一的几率 比如说这样子 那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不合我们这一题要问的 我们要问的是说 他生了这三个小孩 是二男一女的几率 我不是说挑一个哦 我说这三个小孩我都要拿来看啊 对不对 我是第一胎有男有女 第二胎也有男有女 男生我们写B女生写G 那因为每一胎 都是男女的几率都是二分之一 我们写树状图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就是说把那个 把那个几率写在分支 写写的线上面 有的学生会不知道该怎么写 这样子 那你就想像你现在走迷宫嘛 你走到这里来了 遇到了第一胎的决定 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所以第一胎决定往左走 就是第一胎假如我生男生 然后第二胎了 那我要生男的生女的 假如我又是生男生 好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去乘这里的几率 就会是到这个位置的几率吧 那所以说如果前两胎都男生 你等于乘了二分之一又乘二分之一 所以前两胎都男生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那如果三胎都男生的几率是八分之一 可以吗 那因为我们这里呢 每一个分支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结果我们这 最后会有八种结果 刚好他的几率就是都是八分之一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这个分支上面上下走的几率 是不一样的 就不一定是说你最后几个就是几分之一 可以吗 好 这要注意 那最后题目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用全写啦 我们挑那个 题目要问两男一女 所以两男一女包括了 男男女 这一条是两男一女吧 对不对 包括了 男女男 对不对 男女男 也可以是女男男 这样子有三种 两男一女排列有三种 对不对 所以最后就会有三个八分之一嘛 所以最后就会是八分之三 我们在后面还会学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书写 把这个题目的几种不同的情况都列出来 你会发现他有三男 三男的几率是八分之一 然后如果是两男一女 是八分之三 如果是两女一男 就是一男两女 是八分之三 如果是三女 是八分之一 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的分子 好像是一三三一 熟悉的一三三一 而他的分母呢 则是熟悉的二的三次 那没有错 他就是一个二向式展开的结果 因为他相当于是二分之一男加二分之一女 成了三次 对不对 每一个括号你可以选择出前面 或是出后面嘛 对不对 那每一个括号可以选择出前面出后面 于是就会有前面有一个C 这个三就是什么 C三取二嘛 那我们刚才在这里说 这个两男一女有三种 为什么因为两男一女排一列 有三种不同的排法 就是C三取二嘛 所以 就是二向式展开没有错 那我们后面会在集中的讨论这件事情 他还可以跟另一种算法去做这个比较 来看刚才的第二题 如果是这个抽一个学号的问题呢 那如果抽一个学号的问题 你想说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一年级有没有 有男有女 二年级也有男有女嘛 三年级也有男有女嘛 对不对 好 如果是这样 如果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画成这样 它有什么意义 它等于是在问什么 它等于是在问说 比如说我找了三个学生 一二三年级都找了一个学生来 结果这三个学生到底是几个男生几个女生 因为我等于说三个学生的男女 我都要在意嘛 可是事实上这个问题里面 我只挑了一个学生 这个一年级或二年级或三年级里面只选一个 而不是一年级男女选完 又二年级男女也要挑 又三年级男女也要挑 不是这样子 所以是加法原理的这一种 所以它在这里是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那它这里的几率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然后 那没有错 每一个年级都有分男女 所以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都是二分之一 那所以它刚好挑到 一年级男生的几率是六分之一 可以吗 那一样 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问题 学校有规定 每个社团可以选出六名干部 报上去有加分 小明参加的社团一直以来都是由所有社员抽签决定干部的 那他们社团前年有18人 去年有12人 今年有15人 求小明三年都是干部的几率 所以来给你想一下 一样 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到底是会画成2x2x2还是3x2还是其他 就是你可能根本不是这个画法 那你的这个书上团要怎么画 那能够的话就自己按暂停想一下 有的学生会画的不对的一个做法是他会想说那这样子好了一年级有18个人那是不是要18条分支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学生在这一题发呆因为他会想不可能要画18条分支吧 那的确就是不是要画18条分支啦 画18条分支为什么不对 其实你这个问题你要去想说如果我画18条分支他在表达什么我在算什么 如果我第一年画18条分支 然后多到我都不想挑 第二年又画12条分支 第三年又画15条分支 那变成说我第一年挑了一个人 第二年又挑了在这15个里面又挑了一个人 第三年又挑了一个人 那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是选一个人当社长 那问你说小明三年都当社长的几率 那我必须说你这样子画这个分支呢 是对的 只是你也不愿意画 那最后就会变成说是因为等于说走第一年选小明 第二年又选小明第三年又选小明的几率 就18分之一又12分之一又15分之一 这样子那因为其他都是空的嘛 就其他都是不选小明的嘛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情境的话呢 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是会画这样 第一年小明第一年小明有被选到 然后第一年小明没被选到 写这里 sorry 非 不是小明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企图把它画成18x12x15 并不是错的 只是你不会去做 那最后你就没有答对 那我们更好的做法就是说 其实我只要讨论是小明不是小明 对不对 那这是这个问题 就是拆成18条分支的问题 那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 也都不是我们这一题的做法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一题一次可以选6个干部 所以选到小明的几率不是18分之一 不是18分之一 他讲说都是干部嘛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那个三胎都生男生这样子 所以他的树状图画起来是这样子 小明有当还是没有当 因为是抽签决定干部的 那这个有当没有当的几率 就是看他这个18支签里面有6支是干部 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小明会在第一年当到干部 那没有当的几率是三分之二 第二年的话呢 有这个十二分之六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几率 那有二分之一的几率没有当 第三年有十五分之六 也就是五分之三 五分之二的几率 然后有五分之三的几率没有当 那因为题目只有要问这个小明三年都当的 所以在这个分岔路口 我们是走这条就好了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三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乘以五分之二 所以是十五分之一 那不知道你们做对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如果刚刚的介绍你有懂的话 早餐店有鸡排排跟鮪鱼三种蛋饼 这个原本印错了 我把它改掉 由于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决定早餐要吃什么 老板早就看透了这些人犹豫不决 所以他制作了一颗公正的六面骰 其中两面写鸡两面写培 两面写鱼 小明因为不爱吃培根 所以他决定如果骰到培根 他就要重骰 那如果连续骰了三次都是培根 他就吃鮪鱼蛋饼 那请问他最后点到鮪鱼蛋饼的几率呢 那有看懂题目的话 可以试着做做看啰 还有自己去试着做吗 那我常常讲 就是说 我们尽量让学生能够越来越习惯 讨论数学的时候去想这个情境 如果学生把这一题当成很难的数学题的话 他可能就会卡住 他可能会企图放着任自己去猜一下 甚至你把图都画好了之后 你问他 所以到底鮪鱼吃到鮪鱼蛋饼的几率是多少 他会达三分之一 那可是事实上这样的问题 他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话 有那么难判断出来怎么做吗 其实应该是大部分的学生 是有能力在现实生活中 找到这个正确的答案的 只要他在这个情境里的话 那就是说 到底最后吃到鮪鱼的这个情况有几种呢 所以如果你遇到学生跟你回答说 吃到鮪鱼蛋饼的几率三分之一 你要怎么做呢 你要先问他说 我有几种情况会吃到鮪鱼蛋饼的 我有可能会一骰到鮪鱼就点五个 对不对 那我骰到鸡蛋就是点这个鸡排 骰到培根呢 还会再骰第二次 对不对 所以我也有可能怎么样 是骰到培根之后骰到鮪鱼 那这样我也吃鮪鱼 对不对 那假如我是骰到培根之后 又骰到培根 我还会再骰一次 又骰到鮪鱼 这个我也吃鮪鱼哦 如果我第三次骰培根之后呢 我还是要吃鮪鱼 所以其实你从图上就看得出来 最后这个人他有四类的情况 四种情况会让他去吃到鮪鱼蛋饼 这四种情况的几率并没有都一样 所以说这个走这条路的几率是多少 走这一条路的几率是多少 那等于说学生如果能够越能答对 你可以给他的提示越少 如果你觉得学生好像很不容易答对 你可以走这一条路的几率是多少 你可以走给他看 让他看到我经过了这里这里 这样子 那所以说光是一开始骰到鮪鱼的几率 就是三分之一的嘛 对不对 如果我不是这样子吃到鮪鱼的 我虽然有吃到鮪鱼 可是其实我是先骰了培根 第二次骰到鮪鱼的 那这样子几率是多少 这样子几率就不是三分之一了 因为我要先骰到培根啊 我们刚刚讲到你这个走到分岔路口的 每一条岔路你的几率都要算进去嘛 所以我是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是九分之一 然后是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是二十七分之一 然后是哎呀我这个地方写错了 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 最后我第三次如果骰了培根的话 我就一定是吃鮪鱼 所以这个也是二十七分之一 所以最后我的答案是这四个加起来 那这是二十七分之九加三加一加一 所以是二十七分之十四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上到这里